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作品是守護者 長者居家活動區域監測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這個繁忙的世代 子女經常無法時時刻刻待在長輩的身邊 常擔心長輩在家中的活動情形 我們設計的居家活動區域偵測系統 將基地台結合家中照明設備 實現較穩定的定位 不使用視訊監控 保護病人隱私 讓使用者較無壓迫感 利用微控器與避抗技術 及時將長輩的活動位置 傳送到OS Server 讓招呼者可以及時採取長輩的位置 在高齡化時代更加安心 我們的作品結合西頂燈之創意發想 第一個 室內定位精準性提升 透過ESP32基地台融合在西頂燈中 實現更準確的室內定位 第二個 節能環保理念 利用西頂燈的弓箭架構 機地台可以通過與西頂燈 現有電力整合 穩定且減輕對環境的影響 智能照明控制 能根據使用者的位置 與需求自動調整燈光 提供個人化 節能且舒適的照明環境 隱形性與美觀性 不佔用額外空間 避免破壞室內裝潢 同時保持的室內美觀 實際測試影片 測試期進時所用硬體 中間這樣圖是我們作品的實際樣貌 我們的作品測試影片中 使用了三個藍牙性標 代表了三位使用者 分別為編號104號、105號以及106號 這是我們的ESP32記憶台 分別加裝於三個不同的房間當中 現在我們要模擬 養者在家中的實際移動狀況 首先我們將模型屋分為三個區域 分別為房間、餐廳以及危險區域 接下來看到我們網頁的部分 這邊顯示的是104號、105號以及106號的機械 所在的區域會顯示在這裡 現在看到我們104號的BECOM 所在區域為危險區域 跟我們實際的完全復合 現在我們要模擬 養者實際移動的狀況 我們將105號的BECOM 從房間移動到了餐廳 需要稍等幾秒鐘 需要稍等幾秒鐘 為了模擬長者走路的時間 需要稍等幾秒鐘 為了模擬長者走路的時間 並顯示在這裡 我們點進去能查看長者的歷史位置 它可以顯示時間以及位置 接著是模擬午餐時間 我們可以自行設定長者需要吃午餐的時間 並傳送LINE通知給照護者 當長者進入危險區域時 系統會發送LINE通知給照護者 接著是我們的設定端 這邊可以選擇人物 還有位置以及日期時間 接著是我們的設定端 這邊可以選擇人物 還有位置以及日期時間 還有需要提醒的事項 接著就可以自行設定長者需要做的事情 接著是我們的區域監測 以下是我們的三個區域 當按下按鈕時 我們可以看到此區域的長者 以及區域可以容納的人數 每個區域最高可容納的人數為10人 現在在此區域的長者已經有2人 所以還可容納的人數為8人 接著是危險區域 這邊會顯示區域物場的人數 系統架構 一開始長者配戴我們的藍牙信標之後 ESP32會偵測到Bitcom的資訊 並將長者的位置資訊 透過Wi-Fi傳送到Flask的雲端資料庫中 使用者可以透過我們的網頁來查詢長者目前的位置 未來我們可以利用封鳴器、LED以及藥盒 來達到提醒用藥以及自動開關的功能 程式流程圖請評審參閱 系統資料庫分析 我們有兩個資料表 分別是放註冊內容和長者的資料 首先上方的資料表是負責我們帳號密碼的部分 ID是我們建立資料時會自動貼寫 還有我們的Firstname、Nextname、Username判斷 但是為了分別是我們的名稱、姓氏以及帳號密碼 下面這個資料表 ID跟上方一樣都是建立資料時會自動貼寫 然後還有負責放我們的長者出現的位置 還有長者出現的時間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評審委員